Hello 大家好,Fab 今天介紹這條關於 Tatum 3 Tatum 2 已經推出了無奈, Tatum 3 已經看見了 這次Tatum 3 的樣子 令我想起有點像 Reebok 的 Secure 鞋子 整個設定是有點 bulky 外形是不是很漂亮呢 當然是見人見知了 Tatum 2 是其中一對我都沒有親身去試的鞋子 原因是 本身看起來的樣子不太吸引之外 它的設定亦欠了新意 Nike 這一排的鞋子 很多時候都會是這樣 未來的 JAR 2 也會是這樣 其實實際上,如果說中底設定沒甚麼特別的話 我又覺得試的興趣一點都不濃厚 今次Tatum 2 我猜與Tatum 3 設定應該差不多 即是中底設定 所以 將它製造一些 Air Show 等的利碳 其實你會覺得 這個價錢是否真的要買它呢 這是很誠疑問的 所以 我的確要觀望一下 究竟他整兩下的設定才決定會否試Tatum 3 Tatum 2 我就真的一個Pass了 來到底的這條是Curry Curry 在奧運會大家都不用問了 真的 威威著 最後的兩場 一開場就跟SERBIA 對射 令到美國隊有機會反超前 當然最後反超前也是他射的 非常之精彩 再加上 最後的法國隊也被他釘了蓋 弄4-3分就完成了 所以這次的Curry 12 我相信不一定是樣子的熱度 而是他本身的人氣 都令到鞋子足夠話題性 雖然還是用回Flow底 雖然感覺上毫無新意 但這次最重要是Curry 自己在奧運會上的加持 整件事 他們這個 柯道尖這三條 老油條 在這樣的年紀 在球場上 無論在活力上 競爭性上 都仍然在超頻的位置 真的令人非常讚嘆 這次無論毫無疑問來說 Curry 12 都會 再成為一個追榜的對象 因為Curry 11 我自己覺得 就不一般的了 Anyway Curry 12 呢 在這個叫大家都要致敬Curry的情況下 我相信都會有一番景象 那就儘管看看吧 來到 AE-1 啦 其實這次Edwards 在奧運的表演 我覺得其實這次起伏大一點 始終是年輕一點 其實頭幾場打得不錯 但最後打熱警球的時候 的確有點急 所以他出場的時間 就沒有開頭的那麼多 但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經驗 他始終都有叫做 衝加去成長 再加上那三個老頭 那麼厲害的情況下 其實 沒有他在這裏 還要有得救 下一屆可能他就變成一個領軍人物 所以這次也有一個非常好的學習機會 慶祝他拿金牌 Editors 給一對叫做 一奧運的金鞋給他 所以這雙鞋只要為他而設 應該沒有發售的日期的了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箱的帥不帥 金鞋非常帥 慶祝他取得金牌 也非常合理的 但整個設定來說 應該跟一般市銷板 分別也不大 Editors 又不流行 玩得太多PE 和市銷板差太遠 所以大家穿的那一隊 也未必會跟他玩的那一隊 是差很遠的 LBJ 在奧運亦非常突出 鞋子亦吸引很多不同的目光 今次這對金鞋子和這對藍色鞋子亦非常搶眼 LBJ 來到第二十二代 其實它的性能是怎樣大家都很期待 我自己試到二十二十一了,買回來退買 覺得二十一好像比二十更硬 所以相信BREAK IN 時間太長 我當時亦沒有拍片,其實二十也沒有拍 Next Gen 亦沒有拍 所以在試驗的情況下,我現在偶爾也有穿Next Gen 去打球 但如果是二十一的情況下,我又不覺得很大分別 二十的性能,我覺得一般不是很好 即是你覺得它是做到七八成的高等鞋子 但你說是否非常棒呢?又不是 來到二十二代,究竟在鞋身科技各方面的東西看上去 亦都不像有大改動 所以去到二十二代,樣子好像還沒有二十代那麼漂亮 即是情況下是否值得試呢? 真的很可圈可點 不過它這次的表現亦都為它加了不少分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來到今天將這裏上Nike Skill Academy 的鞋子 KD 17 又是有粉,全紅色的 GT Hustle 3 製造成青綠色 其實這隻鞋子都頗吸引 最主要是對鞋的性能問題大一點 但其他樣子都沒有問題 來到最觸目,Saprina 2 的粉紅色 好像有點像Nike By You 的 但它的細節更多 鞋身雖然是全粉紅,但有金張 你看到上面 鞋身亦有不同的細節位 所以這個就有少少不同 我覺得 我認為大家覺得 買Saprina 2 還是Kobe 好的 Kobe 的系列也是粉紅色 它鞋身的細節 亦有不少 EYBL 的細節 亦有金張 所以入手都可以考慮 EYBL 近時比較容易買 但現在就不知如何買到 Anyway,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問題 下方請訂閱和分享給我頻道 今晚再收一收到我的資訊 拜拜